中俄接连达成多领域合作事项 天然气本地结算 断美元霸权一臂 俄罗斯转向东方 还将为中俄合作带来哪些机遇 哈尔科夫一手后 基辅欢呼夺回领土 俄军解释重新部署 乌军南北联动 是否成为泽连斯基 打给西方国家看的政治账 俄乌攻守之势 会否发生逆转 今日看世界 普京公开喊话 西方在崩塌 未来在亚洲 上周结束的第七届 东方经济论坛上 针对G7对于俄罗斯石油限价的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 西方的制裁疯狂 最终只会导致世界经济贸易受损 以及欧洲能源价格上涨 美国不惜破坏 百年来所确立的金融货币等 国际经济秩序支柱 按照自己的意图 塑造对自身有利的规则 利用美元说割世界 对此中俄两国在一天之内 接连宣布重大合作事项 第一 俄罗斯对华天然气出口 此后改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 不再使用美元或欧元 第二 中俄筹建规划 横跨阿姆尔河的国际铁路大桥 加速连接中国东北 和俄罗斯远东的交通 第三 中俄推进在布拉格维 申斯克建立锋利发电厂 加速新能源领域的合作 本周中俄国家主席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 面对俄罗斯向东看 以及中俄经济合作 西方表现出来一贯的精神暴躁 指责中俄合作 所谓破坏了国际社会 对俄罗斯的制裁 中俄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 共赢的基础之上 有利于各自的发展 更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随着俄罗斯全面向东看 西方渐渐也意识到 主动权开始慢慢回到了普京手上 俄罗斯向东看 中俄合作应对西方脱钩 9月8号 俄罗斯官方兴奋地宣布了 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的成绩单 本届论坛有7000多名各国嘉宾参加 论坛期间签署的经贸协议数量 超过260个 协议总金额约3.255万亿录布 论坛不仅在嘉宾数量上 而且在签署协议数量和金额上 都创下了新记录 与此同时 中俄的一系列合作项目更引人瞩目 俄罗斯将加大对华天然气出口 并加紧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 双方确定以卢布和人民币 作为结算货币交易 比例为50比50 针对中俄合作削弱美元霸权的行动 美国在恼羞成怒下 直接拿俄罗斯率先开刀 当地时间9月9号 美国财政部发布通知称 计划将对俄罗斯原油 及石油产品的海上运输 实施服务禁令 以达到限制俄油进口价格的目的 此前 美国和其他直气国家达成共识 将俄罗斯石油价格限定在 每桶44美元 如果超出这个价格 将会遭禁运 对此普京直言 这非常愚蠢 任何国家都无法强迫俄罗斯 答应一些不合理的条件 此前 俄罗斯一度宣布关停北溪一号能源管道 并且停止向G7国家出售石油 从而事实上暂停了对欧洲的能源出口 引起欧洲内部一片恐慌 不过9月10号 俄罗斯已经继续通过乌克兰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 当天的输送量为4240万立方米 俄罗斯方面先是停止供应 如今又再度恢复 背后逻辑不难理解 分析指出 终止供应 可能是想让欧洲感受到缺乏能源的痛苦 以此教训一下欧洲内部所谓的脱钩派 同时借着前一波的断供行动 俄罗斯拉起了欧洲的能源价格 此时再恢复出售 就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对欧洲出售能源 俄欧就能源问题持续博弈之时 中俄间的能源交易合作十分火热 彭博社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中俄的能源合作有了大幅增长 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比去年增长29% 8月份进口量更是飙升至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连续三个月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当务之急还是要向对手展现 西方不亮东方亮的世界图景 西方并不代表整个世界 西方的规则对俄罗斯更是行不通 俄罗斯并不是没有替代西方的这种选择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普京总统通过细数美西方与俄对抗的这个巨大代价 同时批评西方对国际关系的这个客观进程视而不见 实际上就是要指出 恰恰是西方而不是俄罗斯面临新的选择 到底是进一步深居俄罗斯的冲突 还是选择以某种形式来修复新的现实 普京是认为主要是取决于美西方国家的这个立场 发展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在21世纪的优先事项 随着中俄两国合作更趋深化 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不断改善 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民调 当地社会对华友好指数 从2009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43% 2021年更是达到71% 中国在俄远东的投资也随之升温 合作领域也从农业等扩大到化工 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 对中俄合作而言 我觉得中国可以抓住俄罗斯新一轮 转向东方的这个历史机遇 既可以将拓展两国经贸合作 作为巩固以中俄为主体的战略重生 安全屏障 能源走廊的这个持续建设 也可以强化中俄在东北亚 中亚以及更大范围的亚太地区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还可以推进两国在欧亚经济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 军装国家 东盟 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等框架内的 灵活型的这种多边合作 有俄罗斯组织的东方2022军演 上周落下帷幕 中国 印度 白俄罗斯等 十多个国家派军队参加 总兵力超过5万人 这是解放军第四次参加 俄军的年度战略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 中国首次同时派出 海陆空三军全程参与 同时首次组织空军航空兵 和陆航力量境内部署跨境演练 首次派出海军舰艇 赴日本海方向协同演练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中俄海军在日本海重点演练了 协同打击假想敌的航母 虽然这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与当下任何国际形势无关 但是中俄海军的这场联合海上演习 究竟是做何准备 相信各方都心知肚明 毕竟在日本海常年部署航母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一个 美军也已经宣布 在未来几周之内将在北海道 与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更耐人寻味的是 俄方还强调了在这次演习当中 反击侵略这个项目也是重要科目之一 对于一个核大国进行反击侵略演习 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同时也在向外界展示 俄罗斯的忧患意识和战备意识 换句话说 在俄乌战场持续胶着之际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加困难的时刻 如果有国家想趁人之危 俄罗斯有实力进行还击 9月1号到7号 东方2022军事演习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举行 包括中国 印度在内的十多个国家 都陆续出动了相应的作战部队 参与演习任务 规格高 规模大 目标明确 实战性意味浓厚 是这次军演的重要特点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信息 此次军演的目的之一 是要提高战略司令部的协调能力 强化俄罗斯在东部方向 与远东海域拒止侵略的能力 同时 如何协调各个兵种之间的关系 如何处理俄罗斯与盟军友军之间的关系 也是希望达成的目的 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 特别打出括号著名 东部战区所属的13个训练场举行演习 而其中有两个设在南千岛群岛 众所周知 日本将南千岛群岛称作北方四岛 俄日两国因这一问题一直争吵不休 如今俄罗斯直接把军演的部分项目 放在南千岛群岛实施 可见目标明确 针对性也很强 当前 俄乌战况持续胶着 俄罗斯需要综合东西两个战略方向 协调参演兵力 在乌克兰方向继续投入兵力的同时 又能够在远东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 分析认为 这表明俄罗斯并不惧怕 美国及北约继续攻火郊游 并且无论如何都会接招 除了军演的内容和科目吸引外界关注之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自到场也引发了热议 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之前 普京前往东部军区的演习区域进行了观摩 除了东道主俄罗斯之外 这次军演 中国也是首次同时派出 陆 海 空 三军参加联演 中俄两国海军在日本海率先演练了 如何在陆基导弹部队的配合下 重创敌军的航母舰队 并在相关海域演练了击溃敌军主力舰队之后 继续搜寻并击沉敌军参与军舰 中国首次派出陆海空三军演习 不仅仅是对两国高水平军事合作的再次确认 也是展现两国维护共同周边安全和和平的坚定的决心 尤其是不允许东北亚地区出现威胁两国安全的消极局面 同时还是对欧乌冲突以来 美西方及其亚洲盟友的渔翁得力的企图 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 我想前者主要涉及到美国推动北约的全球化 或者是北约的亚太化 美国还强化对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 对中俄在北极的合作共同一个施压 那么同时美国也是不断地激化海海局势 导致地区的危机升级 那么后者则主要是指向美国的盟友 日本是试图借助俄乌冲突去突破一些对其武装力量的限制 那么使其有机会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 进而来重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体系 我想这些现实和潜在的威胁 都是中俄必须要给出明确回应和警告的 两国不能给对手留下任何不切实际的这种幻想 在俄乌冲突等地区与国际重大事件的背景下 此次军演被外界高度关注 也引发西方媒体关于中俄军事合作 甚至结盟的炒作 美联社报道称 东方2022演习 展示了中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越来越紧密的军事关系 多名中国政治与军事专家表示 一些西方媒体对此次中国军队赴俄参加军演的 疑虑和炒作毫无必要 东方2022是例行军事演习 有无俄乌冲突都要进行 中俄虽非军事盟友 但作为邻国 相互参加以交流合作为目的的军演 有助于增强两国军事互信和透明度 有益于两国边境稳定和政治互信 分析认为 美国的炒作 大有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 一直以来啊 军事和安全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种基石 两国在这些高政治领域的合作是最能体现出中俄高水平的互信关系 同时呢 显然这种军事互信也会对两国低政治领域的合作提供可靠的保障吧 即使两国在不分领域合作存在这种分歧的矛盾 实际上也可以找到妥善的这种解决办法 我想这是中俄关系的独特优势 美西方国家是很难看明白的 那么就未来而言 我觉得随着美西方不断在中俄周边拱火 甚至是公开采取武力挑衅的方式 试图来维护美西方宣称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这个霸权秩序 我想一旦这些举动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显然会刺激两国进一步强化军事领域的合作 维护中俄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与国际空间 俄乌战事持续了200多天 乌军在东北战线发起的反攻 出乎意料的成功 仅仅一个多星期就迫使俄军彻底放弃抵抗匆忙撤走 乌军宣布已经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回归到了乌克兰的控制当中 俄方则表示部队仅仅是主动的战术撤退 为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解放敦巴斯的既定目标 所谓的反攻 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喊了好几个月了 那这一次在西方援助之下得以实现 美国刚刚新增了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并且还提供情报防空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对此德国的明镜周刊报道称 西方国家按照北约标准重新武装乌克兰的长期路线 变得越来越清晰 军事援助正在从苏式装备变成了西方系统 乌克兰某足了劲要拿下北部重镇 除了提镇士气 重镇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的信心之外 还想通过广发捷报 让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爆发 俄军如今的心态比较疲惫 装备和战法也略显落后 一些主力部队已经返回去休整 在没有更多胜利军的情况之下 进攻迟滞 重新调整部署非常重要 冬季即将要到来了 乌克兰军队会尽一切可能巩固胜利 而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也很有可能在能源危机的延东之下出现动摇 乌克兰军队 近日以升东击西之举 在乌克兰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以东发动猛攻 向南 东 北三方推进 乌克兰特种战部本周发放视频 显示他们伏击了俄罗斯的军车 并缴获了俄罗斯武器 车内两名俄罗斯士兵被打死 大批乌克兰军警 则在刚收复的哈尔科夫州 进行扫雷工作 期间发现大量俄军先前埋下的地雷 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移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本月初至今 乌军已重夺东部及南部 共8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 武装部队仍在继续行动 突如其来的胜利 也给乌军带来新问题 由于乌军开始远离后勤中心 燃料 弹药 增援等补给线 都变得紧张起来 而要求西方加大援助 是发动攻击的最终落脚点 法新社称 乌军几乎掏空了欧洲的军备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警告 欧盟内部武器库存 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 俄罗斯方面则整体表现淡定 简单解释称 这是为了重新部署再战 以实现解放顿巴斯的首要目标 并照惯例通报摧毁的指挥所 军事装备和弹药仓库数量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内要求打击 乌基础设施的呼声越来越高 认为乌军一直在打击 顿巴斯等解放领土上的 能源基础设施 这是针对俄族居民的 而此前 俄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很少对乌发电站 通信站等基础设施进行打击 如今 俄罗斯是被迫 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发起反击 乌克兰多地基础设施遭袭 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 一度完全停电 扎波罗热 地涅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 和苏美地区部分停电 虽然相对于 俄军占领了全部地区 此次战败丢失的部分 比例并不算大 而且一些关键要地 和俄罗斯 已经政治消化的区域 比如顿巴斯大部分地区 克里米亚等 还掌握在俄军手中 但这场失败 也暴露了俄军的 极大根本性问题 一是 俄军在情报收集领域 存在严重漏洞 对敌方如此重大的局部军事行动 一无所知 二是 在战术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 参谋部未能识破乌军战术 中了乌军 升东击西的调虎离山之际 三是 俄军前线军事力量捉襟见肘 已经无法兼顾多处战场 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当地的武装 也战力较弱 对进一步向西进攻 动力不足 这也是普京不久前签署命令 要求增补13.7万新兵的原因 从今年6月开始 普京总统在多个公开场合 基本上都明确地阐明 俄罗斯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 就是完全解放顿巴斯 这与4月下旬 俄罗斯国防部确定的第二阶段 军事行动的任务 是建立对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的 完全控制 基本上是吻合的 但是从7月初 俄罗斯完全拿下卢干斯克全境之后 实际上两个队已经过去了 顿列刺客战争上 大理上是停滞不前 实际上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包括因为没有拿下顿巴斯 实际上是导致了 几度推迟可能举行的入俄公投 另外过去两个月 实际上俄罗斯也确实在为 俄乌冲突的升级和持久化 来做准备 比如采取非常规的动员方式 也就是选择在全俄多个联邦主体 组建适时余之的赢级志愿军 媒体将其称之为第三军团 另外俄罗斯政府也在为应对 下半年美西方制裁的中长级的负面影响 以及西方对俄罗斯能源价格的限制打压 来做相应的准备 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判断 也倾向认为俄乌冲突将会持久化 普京前外交顾问卡拉加洛夫 他是预测俄乌冲突将会持续20年 这也表明各方对未来的形势发展并不乐观 俄美9月13日再提普京撤军的五个条件 也就是乌克兰中立 不加入北约 没有核武器 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 承认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为独立共和国的保证 如果乌克兰同意遵守协议 普京将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我觉得对一直徘徊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乌克兰来说 建好就收显然是较有利的这种选择 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把握这个建好就收的有利时机 我们看到一方面责任司机声称乌克兰需要赢 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俄罗斯谈判 他甚至还威胁西方领导人 如果乌克兰输了 西方民族也就输了 美国和欧洲国家也都会输 那么另一方面 责任司机又主张在冬季之前 结束以俄罗斯的敌对行动 寻求西方伙伴对乌克兰的这种安全保障 责任司机的这个矛盾表态的背后 我觉得实际上也是折射出了乌克兰的这种两难选择 要么继续升级军事冲突 要么通过谈判来冻结冲突 那么从目前乌军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的反攻 以及泽连司机依然拒绝重启谈判 我觉得这说明 见好就收的这个游历时机还没有到来 那么这也表明 泽连司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并没有找到平衡点 也没有找到如何回应乌克兰民众 对和平与胜利这种强烈的期盼 甚至也没有考虑好如何为2024年的乌克兰总统选举 争得更多的政治资本 我想这些都是责任司机需要严肃考虑的难题 俄乌战争已经成为持久战 消耗战 异常得失并不重要 毕竟俄乌两国的整体实力相差太远 俄罗斯对战争的耐受性 是乌克兰及其背后的欧美难以相比的 尤其随着战争拉长 冬季来临 欧洲在能源危机 难民危机 通货膨胀等多重压力冲击下 欧洲的舆论和民众在多大程度上 愿意为乌克兰奉献还很难说 美国则是担心一旦俄乌战事停止 俄欧和解 欧元升职 北溪二号再次开通 以欧元支付去美元化 欧元就会再次成为美元竞争对手 俄欧一旦和解 美国在欧洲大陆就没有角色 被边缘化了 因此 只要保证欧洲大陆的战事不停 美国能源商 军火商 粮食商 就可以大发战争财 这种利益是带血的收割 欧盟民众的日子是雪上加霜 因此 冲突长期化 绝不会是美国对欧盟的控制越来越深 而是欧盟对美国的怨气越来越大 欧盟跌倒 美国吃饱的局面 不可能长期持续 普京被政变的舆论又开始在社交平台发酵 其话术与二月份以来多次传出普京离癌如出一辙 消息来源不是乌克兰的独家 就是不具名的普京亲信 内容则是从癌症患成了情报高层发难 俄军高层发难 莫斯科紧急戒严普京被控制等等 而且往往出现在俄军战果相对不显著的时候 消息就冒了出来 比如说四月中旬 俄军没有速战速决 转而进入顿巴斯 小道消息就满天飞 直至俄军宣布控制了马里乌布尔 这一次哈尔科夫的战线受挫之后 所谓莫斯科变天的传言又甚嚣尘上 或许要等到俄军宣布新的战果 才会再次沉寂 这样的宣传用意 还是西方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 以及全球所发出的新礼战 在俄军持续推进的时候 模糊乌军的败退事实 在俄军受挫的时候 提升一下乌军的士气 从长远的目的来看 则暗含着颠覆普京政权的战略目标 但是要实现概率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一来俄军受到情报部门高度的监控 二来特别行动当中的反纳粹口号 激起了一对民众历史共鸣 第三 普京的民意基础非常稳固 他始终不愿意进行全国的征兵总动员 这个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心 但是如果俄乌的战场局势出现了重大逆转 普京也必然会面临执政以来最大挑战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夜十式直冬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